我自己这么理解 由于出现了支付宝 中国所有的银行 我请问大家来说 银行除了银监会 他们怕还怕过谁 没有了吧 支付宝他们有点担心 至少睡不着觉 这几年来 很多银行纷纷降低 自己的费用 让老百姓能够体验的更好 我不敢说支付宝有很大 很大的功劳 但是还是有点功劳 黄博士刚才讲 我们既然进入了无限互联网 我其实就是让中国移动 连通还睡不着觉 我们对挣多少钱 兴趣其实不大 但是让那些 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不作为的人不爽 是我们很想干的事 好像两年以前我讲过这个话 三年四年以前讲的好像 银行不改变 我们改变银行 三年以前我们说 在重庆的民营企业会上面 我说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毫无兴趣 但是我们咬一下国有企业兴趣之大 这不是我们每个人有多大 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 也不是在座的人 也不是在座的人你有多大能力 而是互联网的力量 是每个人的力量 我们要有积极正面的力量 去完善这个社会 而不是破坏这个社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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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